沙田当年是一个渔村 但是也是一个比较早期发展的新市镇 由当年聚居的渔民和农民 变成现在有70万人在安居乐业的一个社区 特区政府会继续投入资源 改善地区的设施 我还记得2017年财政预算案里面 就说拿200亿出来 在18区里面我们做一些体育和社区设施 就此沙田就会在马安山警署旁边 会建一个新的体育馆 去年我们在财政预算 就预了20亿做街市的翻身 今年也会拿钱出来 大概6亿左右 就做不同地方的一些工资 我们会继续投入资源 改善地区的设施 配合地区的发展 让大家的生活环境各方面 能够得到持续的改善 好的 着个人 Rogers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